更可憎的是,晚上三人还来蹭票,大胖当然宁死不虚,杰克说如果不答应就举报逃票的事情,为了工作大胖只好忍了,但三人并不知道,这是他们一生最后悔的决定。 突然间大胖内急,就让同时替他顶班,并说还剩最后三人就可以关闭,这时正好有三人下了,同时以为这就是他所说的最后三人,然后通知全员清场完毕,并拉下了电闸。 缆车突然停下,三人本以为只是简单的故障,直到所有的灯光关闭,灯暗瞬间将三人吞噬,这时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山姆不停地大喊,但这茫茫的雪山根本不可能听见。 朱里突然想起,这是个周末雪场,而今天刚好是周天,也就是说他们要被困整整五天,两人听后彻底懵了,朱里开始失控,因为他还是个黄花龟鱼,他的吼叫貌似感动了上天,马上就下了一场暴风雪来给三人庆祝。 雪越来越大,三人被冻得半死,关键时刻,一辆压雪机上山巡查,以为要得救的三人兴奋地怒口,但呼啸的暴风雪,致使司机无法听见。 压雪机停到了缆车下方,原来是暴风雪越来越大,总部要求他立马返回,看见压雪机就要离开,三人慌张地扔下装备,但倒车的司机根本没有看见,眼看着最后的希望渐行渐远,三人也陷入了绝望。 夜晚的急寒让缆车截起了病,朱莉的脸上也出现了洞窗,杰克认为与其在这等死,不如跳下去寻求生物,但山姆认为只要忍过今晚,说不定会有人来。 杰克不想再等,他脱掉滑雪板,如果他物理够好就会知道,雪板会增大受力面积,说不定会救他一命。 杰克鼓起勇气跳了下去,二逼的他居然选择了双腿折壁,就在落地的一瞬间,三个悲剧少年被困在缆车上,为了救女友,杰克准备从十米高的缆车跳下去,只见他鼓足勇气,心一狠,直接跳下,身体快速下坠。 在坠地的一瞬间,清脆的鼓裂声响彻了整个山谷,当杰克坐起来时,他彻底梦了,巨大的压力致使骨头四穿了膝盖,杰克痛苦地捂住双眼,但下一秒,一头恶狼出现在他的面前,并向他不停地思考,杰克背下了六神龙主,幸好朱莉及时将雪板扔下,才暂时吓退了恶狼,杰克这才松了口气,因为失血过多,他的双腿已经没有知觉,山姆知道必须去救兄弟,不然他肯定会失血过多而死。 山姆决定通过钢绳爬到最近的一根柱子,这样就能通过扶梯下去,锋利的钢绳割破了他的手套,就在爬到中间时,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,山姆小心翼翼地原路返回,朱莉不解地问为什么,原来是狼群将杰克包围,他捂住双眼大喊一句,别让朱莉看见,狼群一拥而上,杰克的哀嚎声在山姆回荡,山姆拼命地捂住杰克的耳朵,两人是多么的孤独无助,暴风雪越来越大,失去杰克的两人一眼目, 我想朱莉应该是最痛苦的,毕竟他深深地爱着杰克,但下一秒他就投入了山姆的怀抱,可能是他太冷了,两人终于熬过了夜晚,太阳升起,冰雪融化,朱莉缓缓地睁开双眼,却发现自己的一只手冒似动作,无论他怎么用力都无法张开,朱莉用力一拽,一层皮也留在了铁杆上,山姆安慰着朱莉,一定会有工作人员上山维护,但几个小时过去了,他们知道不会再有人来了,忍了一晚上的车子, 朱莉也到达了极限,他偷偷看了一下山姆,想自己解决,两人已经被困在缆车上二十个小时,忍了一晚上的女人也到达了极限,他偷偷看了一下旁边熟睡的男人,终于安心地破防了,一股暖流在他身上流淌,女人哭了,因为他从没有如此屈辱过,虽然屈辱,但很舒服,男人也被一股味道熏 山姆问,这是什么味道?朱莉说,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逃生,已经整整一天了,根本不会有人来,山姆准备再次利用钢绳爬向柱子,就在他跳下去的一瞬间,缆车上的螺丝也被压弯,整个缆车开始倾斜,朱莉十分害怕,眼看螺丝就要断裂 山姆加快了速度,这时恶狼再次出现,他等待着山姆坠落,很快,山姆安全抵达了第一个缆车,他的手已经被缆绳割得血肉模糊,山姆吼着朱莉,让他把缆车上的雪杖扔向地面,好让他当作防身的武器,朱莉缓慢地移动,螺丝也不停地颤抖,他终于拿到了雪杖并扔了下去,狼群已经饥渴难耐,山姆再次爬向缆绳,忍受着手掌的剧痛缓慢前行,因为这是他唯一的机会,山姆终于到达了柱子, 他成功了,朱莉兴奋地大叫,山姆迅速爬下扶梯,狼群也向他跑来,他第一时间去拿雪杖,但还是不幸被头狼咬住,关键时刻,他拿起雪杖刺向恶狼,终于赶走了狼群,山姆告诉朱莉耐心等待,然后坐着滑板向山下滑去,他刚走,两头恶狼就追了上去,夜幕降临,朱莉独自一人瑟瑟发抖,天终于亮了,但还是没有山姆的踪影,朱莉知道,只能靠自己了,他爬下缆车,希望离地面更近一点, 就在这时,螺丝断裂,蓝车直接掉了下去,幸好还有钢丝支撑,重力下,钢丝也开始竹根断裂,但离地面已经很近了,朱莉深吸一口气,将手松开,平安落地,紧跟着蓝车也掉了下来,重重地砸在他的腿上,朱莉没有时间悲哀,就算爬也要爬到山下,突然一地的草莓枝将他吸引,原来是山姆的尸体,还有一头正在吃饭的恶狼, 在对视一分钟后,恶狼打了个宝盒转身离开,朱莉连爬带滚的终于来到了山下,并爬到了马路边昏死过去,一辆车停在了他的身边,朱莉终于得救了,好了,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,如果喜欢,就点赞加关注,我们下次再见。